到底如何在《富爸爸、熊爸爸》这本书里面 学到赚钱最快的方法 以及理财的思维呢? 为什么大部分看过这本书的人 还是不能打财不自由 到底是作者的分享 有所保留 还是他们对这本书有误解 这本书有什么核心的思维 是一定要懂的 第四个心法 就是让自己有更多的选择 不要被根本不存在的框架 局限了自己 你有没有发现 很多人一旦谈到投资 涉及到钱 心里面就觉得不安全 如果你跟他们说杠杆 他们就会觉得风险无法 其实他们根本还没有去搞清楚 什么是投资 而且最可怕的就是 一旦他们有了既定的想法以后 就不愿意去改变 哪怕只是尝试的去了解一下 他们也会觉得不必要 他们的老大里面 就有一个无形的框架 而这个框架却局限了很多选择机会 发展机会 最可惜的是 他们可能离成功就只差那么一小步 我很认同作者对投资跟赌博的厘清 如果你想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那就不是在赌博 如果你把钱投进一笔交易 然后只是祈祷 那便是在赌博 所以如果人想要跳出这个框架 首先就是要先了解自己 然后去了解身边所有的机会 你要明白 我们的价值观其实源自于我们从小来 变成带人的这个过程 一个人到了20岁左右 思想观念基本上是已经定下来了 所以思想发展的最快的时候 就是年轻的时候 对这个世界开始有认知的时候 但这个时候的我们 都是缺乏判断力跟独立思考的 而最常给我们灌输信息的就是学校 还有各种媒体 比如电影 电视剧 那么我们最常在电影看到的 就是有人因为股票 因为齐全 输掉了身家 阿提阿罗 我们最常在学校里面听到的 就是把书念了 找一份好的工作 然后存到手期 人就这样有了框架 这就是我们曾提到过 洗脑的威力 你只要被这些信息洗脑了 就医生了 作者 就是因为在小的时候 遇到了富爸爸 而富爸爸跟纯爸爸 有着强力的对比 最后 作者选择跟谁 富爸爸的道路去走 才没有被这些框架 妨碍了他的发展 也是我认为 他们成功的核心关键 我跟作者 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在市场逍遥 或者不景气的时候 却能在投资市场上 赚到比平常 更丰厚的回报 这些不是运气 而是平时 我们有去关注市场的变化 有去学习投资的技巧 有去装备自己 我们才能把握这样的机会 再叠视明显的市场 我就因为齐全的杠杆 让我更容易的把我的利润放到十倍 百倍 你要记着 在投资或者创业的市场上 风险是存在没有错 但这只会对那些外行人构成威胁 所以我们要做的 就是把自己变成内行人 学习投资跟财务的知识 这样就能应对市场的一些变化 才能有把握机会的机会 第五个心法 学会利用开公司的税务优势 作者提出一个观点 让我坚定了要创业开公司的想法 你知道吗 普通人获得收入以后 都是需要先去缴税的 剩下的钱才能用来支出 而拥有财务智商的人 他们会利用公司的优势 可以先支出再缴税 因为支出可以算在公司的成本里面 多简单的找个比方 有两个人都是赚100万 那个普通人 可能要先拿出20%来缴税 所以他剩下80万 可以拿出日常的支出 那么有公司的人 他们会先去支出 他们可以用公司的名义 去买房子买车子 可能剩下20万 再拿去缴那20%的税 也就是说 他们只需要去缴4万块的税 当然 这些人的支出可能更大 不可能根本不用缴税 那么有的人可能就会问 如果没有钱开公司怎么办 所以作者就补充说 公司不一定是一个真正的实体 它可以只是一个 符合房子买压车的文件 公司并不意味着 要有刻着公司名称的大厦 厂房 以及雇员 它可以只是一个 没有灵魂的法律实体 但富人的财富 在这里得到了保护 简单来说 你不一定要拿一大笔钱 住个办公室 也能开一家公司 开公司 只是要一点的手续费而已 因此 现在你就可以了解 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的原因了 因为富人会利用他们的财务知识 去保护他们的资产 他们的资产 他们的资产受到了公司税务制度的保护 他们赚的多 缴的小 因此他们越来越有钱了 相反 没有看过公司的普通人 他们却赚的小 缴的多 导致了他们没有办法往上流 你听懂了吗 这就是财务知识的重要性 所以作者也提醒我们 一定要去了解会计 投资 市场营销 法律 这是个领域的专业知识 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的财务智商 第三个心法将要告诉你答案 而这个心法就是尽可能从员工跟自博人士 过度成企业家跟投资者 作者 在书里面把工作大概分成了 1.SBI 4的乡线 我简单的说一下 第一 员工 这是大部分的普通人选择的工作 拿着固定的工资 一定工作8个小时 第二 自博人士 就是那些有一技之长的人 他们自己出来当老板 比如医生 律师 计程车司机 小吃店的老板等等 这两类人的特质 就是他们是需要自己投入进去工作的 在乡线的左侧 那么第三 企业老板 他们的公司建立了一个系统 让别人去运作这个系统 最后第四 投资者 他们会把钱投资到市场里面 让这些钱去帮他们赚钱 第三 跟第四类人在乡线的右侧 其实不用我说 大家都知道 分类在右侧 是比在左侧的人更赚钱的 那么怎么从左侧 过路到右侧呢 以我为例 大学的时候 我就去打工 后来跟一个公司的同事 一起出来创业了 那时我一边打工 一边创业 都是自己动手动脚的去做的 当时的我就想试试看 反正就算创业失败 我也没有损失 后来公司的业务开始越来越多 我就多找了几个人 一起做起来了 也不知不觉的建立起了团队 至于是怎么做的 你们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 以后再详细的告诉你们 那么 当我的团队起来了以后 我的兄弟姐妹们都开始能独立的赚钱了 公司需要我的事情也越来越少 那个时候 我对钱是没有感觉的 因为我赚的钱也够用 于是 我就开始去跟一些专家去学投资股票 更齐全了 想起来我还真的花了很多钱去换回来投资的经验和知识 现在我终于能够稳定的在股票市场里面 获得丰富的回报了 你们有没有想到什么 其实当时的我就是从员工跟自货人士的向线 过渡到小企业家跟投资者的向线 我想表达的是 很多人的迷思就是认为一定要辞职才能创业 其实现在互联网的时代 还真的可以兼职去创业 只要你够拼命 空余的时间去发展副业 当副业抓起来了以后 才全职的去当老板 当你赚到足够的金钱以后 就去建立团队 建立公司的管理 赚钱的系统 就去学投资 这是我认为风险最低 成功率最高的创业方法了 至少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听到这里 我想我已经解答了刚才的问题了 生意就是资产 因为当一个生意建立其他的系统 我们是不用亲自下去操作的 它也能够为我们带来别动收入 那么如果你没有钱 去投资房地产 去投资股票 那么你也是可以先去打工啊 但你打工的目的 是为了去赚等金 是为了过渡到右侧的分类 第二个新法也是很关键的 就是去研究钱运行的规则 让资产极大化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 什么是资产 什么是负债 作者为此提供了一个 很容易理解的答案 资产就是能把钱 放进口袋里面的东西 而负债就是把钱 从你口袋取走的东西 简单来说 资产就是能为你带来收入的 而负债就是为你带来支出的 打个比方 不过你买了一家房子 要是你要为此每个月去交房贷 这就是你的负债 那相反 不过你把这家房子租出去了 你收回了房租 减到房贷 不过有剩下的收益 这家房子就是你的资产 所以同一样的物品 用途不一样 结果也会不一样的 富人 也就是作者的富爸爸 他的做法是每个月 先给自己付款 也就是说 他每个月都会先把一部分的收入 投进去资产里面 比如是房地产 生意 股票等等 然后才去为其他的东西付款 对于作者来说 他最喜欢的资产 就是房地产 因为这不但有稳定的回报 而且还会升值 这些资产会随着 时间跟福利的威力 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多 就像是在滚水厨一样 其实 建立资产的核心关键 就是为自己 建立所谓的费用收入 让钱去生钱 这就是让钱 去为你工作的意思 当你睡觉的时候 这些资产 也能够为你增加收入 也就是说 你不用去付出 任何的体力 或者劳力 你也会不断的获收益 所以你可以问一下自己 到底拥有资产 还是负债比较多呢 那么有的人很聪明 他们就会问 生意怎么会是资产 怎么会是被动收入呢 应该是主动收入才对啊 有的人可能也会问 我买不起房子 是不是就无法建立资产了 第一个 也是下本书最为核心的新房 就是不要为钱工作 让钱去为你工作 这句话是这本书的物能心法 整本书也是围绕着这个思维去发展的 你一定要耐心的听 把基础打好 很多人都把收入 有工资 薪水 划算等号 他们都等着月底老板给他们发那固定的工资 年龄的时候就希望加工资收分红 你有沒有发现 这些人都是被动的 他们的收入其实是掌握在别人的手里 因为要不要给你分红加薪是取决于别人的 有些经营不当的公司 甚至会减薪 严重的还会裁员 所以这些认为收入等于工资的人 就像作者的穷爸爸一样 认为找一份高薪 而且稳定的职业 就能过上好的生活了 所以他们就聘了命的去跟别人竞争这些工作 于是有的人可以顺利的获得他们想要的工作 他们的工资也一年一年的增加了 他们就很开心 因为他们可以去买房子买车子 他们往上流了 因此他们给了房贷车贷 或者跟富人一样的物质生活 那你有没有察觉 其实他们不知不觉的 已经成为了金钱的仆人了 你看 当他们有了贷款以后 他们就更不能失业了 因为一旦失业 他们不仅仅是担心生活的问题 会不会失去他们所拥有的这些物质条件 所以 他们只能每天被逼 重复了去为了金钱工作 作者把这比喻成像老鼠 在老鼠圈里面赛跑 一直跑 看不到镜头 可惜的是 这个事件是没有什么保障体系的 特别是对穷人 你看 救者的穷爸爸是一名大学教授 收入无一比平均水平高 工作也算是稳定的行业 但黑天狼的事件就是发生了 在穷爸爸连脑的时候就被辞退了 你能想象 当你别骂的时候 突然失去收入 是什么样的画面吗 可怜的是 有些人还是会觉得这是单一的事件 是穷爸爸的不幸所导致的 但必须要留意 在经济萧条的环境下 失业率节节高升是常态 有人保证下一个不是你吗 其实打工是难免的 很多企业家一开始也是要先打工的 我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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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去